大家好 歡迎收看公館莫新聞 我是主播阿燕 今天我們邀請的故宮博物院 數位教育團體舉辦的 將日過去的未來課程 讓我們來訪問謝經理吧 請問為什麼要創辦這個課程呢 OK 好 你好 大家好 小小記者你好 很榮幸來到公館國小 國立故宮博物院 有本於說他的國寶教育 因為配合學校的STEM的課程 以及學校的生活科技 相關的一些課綱 甚至於在去年實行的108課綱的課程 然後融入在我們的國寶教育當中 舉凡比如說我們所熟知的翠衣白菜 或者是毛工頂 肉形石等等的一些文物 那我們萃取出他古人的智慧 那古人有古人的比如說像圓的智慧 或者是鏤空的智慧 那這個東西古人他有他古代的智慧的發揮 那個執行的方式 那在於現代呢我們有現代的科技 那我們現在有雷切有3D印表機 特別是像公館國小 有那麼多的創客的一個設備 那這個設備呢對於我們學習古代的國寶 它的確取它的智慧 那我們用現在的科技來重新去完成它 甚至呢把它做得更完美 或者重新定義它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呢在跟學校的原來的一些課程 比如說原本的數位科技課程 或者是綜合的校本校定課程 能夠做融合的話 那會讓這個國寶的教育更有意義 對 主要的情況是這樣子 謝謝謝經理的採訪 我們學校還有更多精采的活動 期待可以以後介紹給大家 謝謝收看公館國新聞 請記得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密切分享出去 最後我們公館國小還有粉絲專頁 記得去追蹤喔 掰掰 另外... 還有 под耍嘴 還有 抽叉 鈴鐺密切 一oked東西 下一個 下一個